今集我们又回来大家最喜欢的台湾 我们带你去看一个台湾著名的主题本 链河园 过瘾的地方是 它门牌写着是链河园 是缘份的园 但你望上搜索 是搜索到链河园的花园的园 所以我相信两个是一样的 链河园是桃园观音乡的一个著名的景点 最著名的是什么呢 水上飘 就是坐在大黄烈碟里拍照 不过排队人士太多了 所以我没有机会坐的 如果大家想听我坐链的话 自己FF吧 难得你这个乡下的地方 当然是吃下这些龙家风味 链河园 真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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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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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公斤 對 兩公斤那麼大 然後裡面就有很多 像這種裝飾藝術 然後還有 一些可以給人家拍照的 是你自己做的嗎 對 都是自己做的 哇 厲害喔 然後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奇珍異果 然後還有我們今年做的那個 鞦韆在這邊 在前面 哎 我見到了 You know 抽籤了 抽籤了 什麼 要怎樣繞過去 哦 我還想 好像沒有路 選的是誰 對 因為被荷花包圍起來了 哦 好樣的 然後我們這一區種的是 比較不一樣的蓮花 哦 它是有熨染紅色的 哦 平常在哪個時候會開花 早上 早上 對 它大概中午就合起來了 對對對 要避陽光 大概十一點左右就會睡午覺 哇 哦 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什麼來的 這個叫做 糖棉 它也是棉花的一種 哇 哇 是比我慢的 輕輕的我走了 蒸圓我輕輕的來 這裡就是一個小樹林哦 嗯 對 這邊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就是有五個島 有金木水火土 OK 這個像從龍的法則 跟河灣門島 這裡 這裡 你說得了 這裡 這裡 咪咪在這裡 不用那麼大聲 很大聲 這裡種了很多咖啡 這裡是有五個 幾個地方 金木水火土的地方 而中間這個位置 是一個太極的圖 我們看不到的了 要看航拍看 這個位置有很高的樹林 還有這個位置主要種咖啡 很累了 從中間的那個燈業長到這麼大 可以成多大概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 兩到三個禮拜 不過天氣要夠熱 它喜歡熱一點 去到這麼多蓮花的地方 這個是最傳統的蓮花 大家看到這一張圖 想到什麼呢 長輩圖 所以我現在幫大家拍照 然後呢 就寫上那些 你知道嗎 認同請分享的那些 分享下去 GMK的Fans Page 讓大家下載給別人用 祝你好運 祝你好運 認同請分享就行了 認同一世好運 認同一世好運 這個也可以 怎麼去菜 菜下來 哇 好那我從這邊採 菜下來 哇 那裡面那個 八勺 這邊就這樣 剝開來 就是蓮子 可以吃的嗎 可以這可以生吃 哇生真的 要打開 要打開裡面 要再剝殼 一顆綠色的殼 然後裡面 一般我們這種新鮮的 採下來 都含有蓮子 所以會有點 一點點苦苦的 謝謝 是裡面那個 對這邊 誰煮過的 真的很好吃 哇甜的 真的甜的 如果你說吃平時的 煮熟的蓮子 沒有什麼特別味 但是呢 它有很多 很清新 很清甜 終於明白那些 為什麼會下火的感覺 我明白 其實如果要吃這些生蓮 才會下火 不行 好容易去 好舒服 那邊有一個粉紅色 那個是什麼東西 那就是那個 浮瘦螺 浮瘦螺 蛤 不是 不是植物嗎 的軟 那是它的蛋 你放大看 一個點 一個點點 動一下動一下 這裡有啊 這裡有啊 好噁心 蓮河園 除了有得坐大黃蓮之外 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吃蓮子餐 不是吃蓮子羹 吃蓮子餐 又是時候說本台獎金句 必吃啊 吃啊 不不不不 看一看一看 這個是你的粥紅飯 但是呢 吃之前呢 是要烤爛它 來看東西 3 2 1 好 不行的 很香啊 你呢 真的ث 我簷了30多年 她終於要在台灣 這個是縛桶蓮子生cies 這裏是其中一個必吃的菜 是糯米 裡面有蓮子,好像有點辣辣的 黑椒 加上醫生做過包裝,整件事真的超級 但將要是因為蓮子和蓮子 蓮子和蓮子的口感很足 我們要吃下一個 手包 這是蓮河葉小籠包 有湯 其實它和一般的小籠包沒有分別 最主要是這個皮 可能是荷葉做的,它多了荷葉的香 但依然有那種冠框的感覺 肉的感覺,全部都在 好吃 蓮子石 大骨湯 有蓮藕 這是蓮子沙律 這塊已經是蒸熟了 不,你Youtuber這樣 都是這樣剝開來吃的 都是這樣吃的,都是要剝開 它撕不開 它撕暗瘡 哦,真的嗎? 慢慢撕 等它吃蓮藕的時候,我現在吃排骨 排骨不是喝湯的嗎? 這個湯是沒有味精的 是嗎? 嗯 我這個味精膩來的 好,我試試這個炒麵 嗯 你呢 你會感覺到,是 蘿漢齋的味道 很香 但菇味很重,有很多 羅漢齋的味道 這個好吃 我們把蓮子豆腐放進去 肯定是有蓮子 下面的紫色的醬汁是甚麼呢? 醋 哦,是蒜泥 還有紫色的醬汁 還有紫色的醬汁 它是臭豆腐 但是它是密 它是臭豆腐 它是內臭 所以來到蓮河縣 不單有得看 有得玩 來到這裡坐下,還有得吃 坦白說,來到桃園 吃過很多的食物都比較有特色 相對清新,健康 或者是傳統以外 有些特別的事情發生 不會像在台北一樣 寫寫多個體肥 所以我覺得 桃園吃的體驗 大家要給什麼感受一下 我們吃的東西不說了 這個蓮子好吃 這個蓮子 好,謝謝老闆 嘗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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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甚麼來的 你是看得出來嗎 你說甚麼來的 南瓜 哇,一次就中了 天才啊,你就是天才 我對吃人 有一點嚴重 很好吃 自己種的南瓜 去煮熟之後 去攪拌 為什麼叫聯合園 那時候是因為我們台灣 退出聯合國 聯合國 聯合園 有意思的 我是小時候 十歲的時候 我是一個自閉兒 我不敢跟媽媽講話 連都會紅的人 應該娶不到老婆 當我長大的時候 請觀世音菩薩幫我找一個老婆 再來就是 當我長大的時候 希望很多漂亮的小姐都給我抱 還給我錢 還跟我說謝謝 結果咧 我不曉得我會種大黃田 種了之後 那時候都要用抱的抱進去做 做好之後就抱起來 謝謝 我在開農場 88年的時候開農場 整個池子都挖好了 我跟觀世菩薩薩說 觀世菩薩沒錢好買樹怎麼辦 欸過一個禮拜 一個朋友來到我這裡 有時候請他吃一杯蓮子菌 他就問我 你要不要種樹 叫我自己去拔 我拔了兩百顆 第二年覺得好漂亮喔 經過二十年的成長 現在坐在大王連背景是落雨中 看起來很像羅漢有沒有 在地下 整個都有它的意境 到目前為止我都還沒有脫離我小時候的白日夢 都還在進行當中 謝謝你的夢想 說起來真的是很玄 但是我的故事就這樣走 感謝你的邀請 感謝你的邀請 這個蓮子羹絕對是消暑佳品 蓮子全部都新鮮 我不說你都明白 走地都是蓮子 整個聯合園都是蓮子 而這個餐只是台幣四百元 肯肯定你在其他地方吃不到的 本台獎最喜歡吃的一定是這個糯米飯 真是付出努力才有收穫 真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古厝 這個就是剛剛那個古厝出生的 哇 這是很厲害 可能是他跟他父親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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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在裡面 秘密他說 秘密他說 拍不到啊 哇 哇 我再畫的話也是下大雨的 但是原來不是 拍一下他就一直釣了 對 這個是我們那個市長鄭文站 來做大王連 趁願而落 好可愛 這是有洛宇松 嗯 哇好冷喔 這個還是十獎打壓 這個是 這個是 蓮如意 哦 蓮如意 啊這個是 在水箱裡面摸到一顆石頭 啊就做一個牛頭 哦 他有一條草籠 還有甘泉井 還有石冠蔭 都是用稻草做的 要不你可以再說一次給我們 好啊 好啊 大家來到桃園這個觀音鄉 一定要來這個連河園 除了食之外 整個主題館 你都可以好好地走回 因為這裡應該夠你磨半天 去的時候 記得告訴老闆 你是看了香港JMKTV 啊 記得啦 拜拜